The world is full of lies 由於膠農的香蕉有過剩的危機 所以某個銀行為了扶持膠農的生計 卻向膠農買了一堆香蕉 只要來該銀行辦理業務的人士 就可以免費拿到香蕉 但是是要辦理業務才有送 結果引發了一堆沒有要辦理業務 卻想要拿免費香蕉人士的怒罵 還有2009年的國旗圍巾之亂 2009年開始每逢過年去總統府參加升旗的人 就會有機會拿到限量的國旗圍巾 因為是限量的所以比較慢的人就拿不到了 結果主辦單位遭到沒有拿到的人士怒罵 只要是免費贈送的不管是什麼 就算是牙刷也好身為台灣人也要去給他搶購 熱愛幹架 草級的台灣人都是從中國的南方渡海來台的 而中國南方的人與北方的人比起來略嫌狡詐 南方的人也比較穿 而這些南方人到了台灣之後又更穿 這個文化到現在還是沒有改變 還記得每年都會舉辦大甲媽祖格鬥杯嗎 沒有規則限制不分量級不需護具 也不限人數也不用報名費甚至可以拿武器 但醫藥費要自己付就是了 只要你敢衝敢打就可以參加了 還有立法院綜合格鬥賽 但是參加身份值限於立法委員 除了沒有規則限制不分量級不需護具 也不用報名費之外也是可以使用武器的喔 甚至你走在路邊騎車開個車只要按個喇叭 就可以自行開戰了 但是法律責任和醫藥費要自己負責嗎 非常熱心 身為台灣人一定都知道 台灣人是非常熱心的 如果你只是問個路 他不但會告訴你怎麼走 有時候甚至會直接帶你過去 或者是你走在路上發生了什麼困難 一定會有熱心的台灣人停下來幫忙 甚至有時候他們會一窩蜂的跑去幫忙 這就是台灣人才有的特質吧 請各位不要把台灣人的熱心給澆洗了喔 其實多數的台灣人在一百多年前就非常的迷信 直到現在還是沒有變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時代就發生過西萊安事件 主要人物為余青芳、江定還有羅郡 他們對台灣人謊稱他們是神明派來 要把日本人驅逐出去 並且在台灣成為皇帝的死者 等等 成為皇帝好像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吧 甚至說只要貼上神符 日本人的子彈就會打不到身體 而且在山中埋藏了一把刀子 只要拔出一分就可以殺一萬個敵人 拔出三分就可以殺三萬個敵人 還有早期的台灣人如果只要是發生了生病 或是受傷 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找醫生 而是先去找廟宮 這種沒有根據的事情乍聽之下 其實非常愚蠢 但是就是有非常多的台灣人會相信 直到現在還是一樣 網內互打 有看過台灣八點檔 以及長期出國在外的台灣人都知道 台灣人最喜歡網內互打 自己人鬥自己人 自己人搞自己人 台灣人非常難以團結一心對抗外敵 關於這一點你只要打開電視新聞就可以知道了 很愛面子 愛面子是台灣人自古以來不變的特色 有些台灣人就是不願輸人意見 一定要搞得自己好像比較厲害一樣 他也不會管自己說的到底對不對 有沒有根據 然後自己做出來做不出來 到底會不會 他就是要在你面前證明 他好像比你還厲害 以上這六個是很多台灣人都會有的特色 你有六個都有嗎 還是半個都沒有呢 你是台灣人嗎 喜歡我的內容的話請記得按個分享 或是按個讚訂閱也可以喔 謝謝